台湾和菲律宾互派调查团分别在当地对于船射击事件展开群立调查 菲律宾准备购买西班牙的自义航母 此前也计划要派军舰去仁爱礁补给坐摊的军舰 还有菲律宾官员放话说中国日渐强大 不该表现出侵略一途 菲律宾枪杀台湾土豹的事件还未定论为何现在又与中国大陆对抗 稍后的热点透视又让阿嘉宾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桑尘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好让我们来关注菲律宾枪杀台湾渔民事件的最新进展 台湾方面与菲律宾方面相互派遣的调查团已经抵达当地 开展调查来看相关报道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 台湾调查团28号一早就前往菲律宾国家调查局 查看由菲律宾提供的案发录像带 此前菲律宾已经将肇事的公务船拖回马尼拉港 台湾调查团会由菲律宾海岸巡访人员陪同登船查验 仔细检查船身有没有广大清28号渔船冲撞痕迹 将真相带回台湾 另据台湾TVBS电视台报道 台湾调查团27号已经在菲律宾进行了枪支检验 包括试射取弹等工作 总共取得75发弹头 而台湾的调查团队也从原本的8人扩大成为11人小组 增加了台湾调查局官员和台湾在菲律宾方面的调查官 另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 菲律宾调查团到台湾后 先到法务部门举行工作会议 随后前往法医研究所与台湾建设人员会面 除了解死者遗体验尸过程之外 菲律宾调查团方面也提供了公务船上的枪支试射样本给台湾 调查团27号在台北短暂停留后 28号一早赶回屏东了解相关证据 我觉得我们够取得子弹的样本对事实的一心是一大帮助 提供一些相关证人的笔录和一些相关的书证 以及我们接驳报告的一些电子档以及书面给非方参考 台湾TVBS电视台报道 在渔船争议延绍的敏感时刻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28号清晨启动了正经兵棋推演 假想东海南海爆发军事冲突 台湾方面进行危机处理 今年的兵棋推演于28号早晨7点正式开始 指挥中心有装甲车在待命 而周边道路每隔一段距离有士兵站岗戒备 这次兵棋推演的内容是仿真模拟 钓鱼岛和太平岛附近发生武装冲突后 台湾跨部门间的联系和应变措施 28号中午左右 马英九亲自坐镇兵棋推演 演练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半 据了解 本次兵棋推演各种假设剧本 模拟军事冲突发生后 台湾跨部门反制海上霸行 化解危机 马英九还首度搭乘万军车进指挥所 这部云豹八轮车是台湾自行研发 具有全车防弹 轴机枪火力强 机动性快等特点 英国50多家华人社团 联手来自两岸三地的华侨华人 26号下午在伦敦举行了 关爱四川灾区儿童大型艺演 本次艺演活动由英国海峡两岸 中华传统交流基金会和 英中舞蹈及文化艺术联会组织 他们召集旅英华人艺术家 华人青少年歌手和演奏者 以及中英少年舞蹈队 武术队 华人合唱队 还特邀国内艺术家 在六亿儿童节到来前夕 组织艺演活动 将门票收入通过中国驻英大使馆 转交给四川灾区儿童 表达英国华人社区对灾区儿童的特殊问候和关爱 希望通过这次艺演 这次聚会 能够把爱心传递给在灾区的儿童 据介绍此次艺演活动不设捐款缓解 所有门票收入将直接捐助灾区儿童 接下来请收看简讯 5月28号 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在北京开幕 由台湾贸易中心带领的台湾服务业创新馆 再次两项经交会 众多岛内知名医疗机构附近向大陆同胞 推荐台湾优质的医疗服务资源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身后呢 就有一台神奇的小仪器 很多人都在排队体验 它到底神奇在哪里 接下来记者也带你去体验一下 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人体成分分析仪 它主要是测什么东西呢 它可以测 是你的代谢指数 代谢指标 像水分啊蛋白质这些比例 脂肪量肌肉量都可以测水 您的脂肪量肌肉量都比较均衡 但是加强一点运动就更好了 据台湾医疗卫生主管机关统计 2012年 前据台湾接受医疗服务的海外人数 已超过10万人次 较2011年增长近三倍 这里是台北市的松山文化创业员 此次展览有来自北京的30多名艺术家 带来了60多幅 反映了北京风光 以及在台湾采风创作的艺术品 美丽北京美丽台湾 书画传客金冰展 是2013两岸城市文化互访系列 北京洲的重要内容 展览汇聚了多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其中齐白石的孙女齐慧娟 也带来了自己的画作 参展的艺术家还表示 此次还将进一步深入台湾各地采风 创作更多体现导导风光的作品 媒体爆料说 菲律宾要购买航母 装上现代化武器 就可以对抗中国 还准备派军舰到南海仁爱礁补给 并放话污蔑中国对外侵略 菲律宾为何总在南海挑适 炒作中国威胁究竟有何目的 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 坚决反制 菲律宾休想赖在南海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近期菲律宾方面针对中国南海小动作不断 那么有媒体报道说 菲律宾正准备购买西班牙的退役航母 认为这是向中国摊牌 而之前菲律宾方面也表示 要派军舰向坐摊仁爱礁的官兵的运送补给 而且还放出话来说 中国如今日渐强大 但是不应该表现出侵略意图 那么菲律宾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好 枪杀台湾渔民的事件 如今又转过身来 把目光盯上了仁爱礁 究竟菲律宾有着什么样的阴谋 它又能否得逞呢 今天就这一系列内容 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所相关的分析介绍 北京演播室来自国防大学的房冰教授 您好 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台北演播室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 欢迎您 商城好 房冰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首先进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有关菲律宾方面 打算购买航母的相关消息 据俄罗斯军工新闻网27号报道 菲律宾正计划购买西班牙海军 于今年2月退役的一艘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轻型航母 如果最终成交 西班牙的造船厂 将会按照菲律宾方面的要求 对航母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改装 有越南媒体分析 菲律宾购买航母 意在向中国摊牌 是想借助购买武器 打造现代化海军 来实现其对抗中国的目的 王斌教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菲律宾为什么会盯上 西班牙的这艘退役的航母 它的性能怎么样 还能用吗 第一时间听到说 菲律宾要买航母这个消息 我真的是很吃惊 我吃惊什么 不是吃惊它的企图 它绝对有一万条理由 从企图上买这条航母 拿回来很显然 我这家伙事一下子撞起来了 此前我连正经的军舰都没有 我连导弹都没有 我就那个汉米尔顿 只能带着七流炮 我这一下子不仅有导弹了 而且有万吨舰了 而且能带飞机 航母 你开什么玩笑 我一下成了有航母的国家 这个地球上有航母的国家 两只手伸出来 一个是可以数得过来的 当然它有一万条理由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很不理解 或者说我不太相信 航母是该你买的吗 航母是你养得起的吗 航母是你玩得赚的吗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很吃惊 这样一个话题 老实讲你菲律宾 现在不是说你买不买 或者说养不养航母的问题 你有飞机没有 你有机场没有 你有海军没有 航母拿回来 拿回来干什么 别说 我先不说你买的信买不起 前一阵阿基特三世也在那吵 说我未来几年要投资18个亿 我不管你这18亿花哪去 咱就算一分钱不花 西班牙把这条船白送给你 你拿什么养它 舰载机 那是AV8B 就是过去的海钥匙 垂直起降飞机 你连喷气式战斗机 你都没玩过 你现在菲律宾空军 一架战斗机都没有固定翼的 你直接玩垂直起降 你想什么呢 人家送给你 我军舰送给你 航母送给你 船送给你 飞机全白送给你 你玩着转玩不转 你就算你这些飞机玩着转 你这航母开出去 你有没有护航舰艇 你拿汉密尔顿给它护航去 你拿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警卫舰 去给它护航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问题 都让我直觉感觉 要么就是媒体疯了 要么就是菲律宾疯了 恐怕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性 像您所说的 如果想让航母真正发挥它应有的战斗力 可不是说我把这个船买回来就可以了 那么有很多的媒体分析说 现在菲律宾之所以要买这个航母 它的意图 刚才您也提到了 就是想在南海来对抗中国 您认为能起作用吗 我觉得它如果事后证实 菲律宾方面真的是有这个企图 或者说它至少表示过这样一种意愿的话 我想作为它来讲 唯一能够解释通通的一个途径 那么就是说它想炒作这个事情 它想通过这个来显示 我在南海 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台湾 更不怕你中国大陆 我谁都不怕 我就是烂兵一条 我就跟你 我就给你看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有本事你把我砍了 包括此前 阿基劉三是宣布那未来几年 18个亿的 所谓的这样一个军构 要扩建它的海空军 我觉得其实象征性的姿态 也是重于它实质性的内容 很大一个企图 也在是某种程度上来讲 像美国人叫一个同名状 你看我虽然很弱 但我骨头很硬 但是我虽然很穷 但是我准备砸锅卖铁 要拿出钱来 跟中国准备死磕到底 那么你是不是也得相应的 是吧 我拿一块钱 你得帮我几块钱吧 我缺东西 你得给我吧 所以我觉得它 无论是搞军备建设也好 还是这次如果证明 真的是它在这炒作了一个消息的话 那么无非就是这样一种企图 对中国展示强硬 那么对中国展示强硬的更大的目的 是对美国交一个同名状 那么换取更大的好处 赶紧过来驻军吧 赶紧给我掏钱吧 赶紧多送我一点东西吧 我这砸锅卖 得拿出十八个亿 你还不得送我几十亿 我觉得这样一个企图 可能也是菲律宾 上次那个消息 和这次那个消息 如果坐实了的话 可能它真正的用意所在 我们看到之前 由于菲律宾公共船 射杀台湾渔民事件之后 那么台湾方面 也是举行了军演 来表示抗议 像刚才您提到 菲律宾 它也是方法说 要拿出十八亿美元来 采购这个军火 那现在呢 它又把这个目光 盯上了这个航母 那么邱毅教授 您认为菲律宾的这种做法 是不是像刚才 房斌教授所分析的 就是想吸引美国的注意力 同时呢 也是提升 它自身的这个军事野心 菲律宾现在是 东南亚的国家里面 它的军事力量是最薄弱的 而菲律宾呢 基本上 它又想扮演美国的 基本的一个 马前卒的黑脸的角色 所以刚才房斌教授 用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话 他说菲律宾 这跟美国讲投兵状 他让美国觉得说 菲律宾是在美国的 重返亚太的前缘上面 菲律宾是最敢打 最敢闹的 最有资格扮演 黑人角色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菲律宾刚刚跟台湾 在枪杀台湾移民的事件上 还闹到现在 还沸沸扬扬 还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时候 他又惹出了所谓的人爱礁事件 为什么呢 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那么很快的 大家就会了解 这个就是菲律宾 这是菲律宾的巴拉旺岛 那请看 点红点的 从施令礁 到马欢岛 费信岛 这几个点红点的 这八个红点 就是菲律宾 所非法侵占的 南沙里面的八个岛礁 那么在八个岛礁里面 大家可能看到了 有两个红点 有两个黄点的 一个就是美激礁 美激礁是中国大陆所掌握的 而美激礁曾经在1995年 1998年 菲律宾两度 想拿下美激礁 但没有成功 那下面 你美激礁十四海里的 就仁爱礁 就仁爱礁 仁爱礁就是这一次 菲律宾的一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 所引发的一个事件的 仁爱礁事件的 那往这边看 蓝点了 这个就是台湾现在控制的太平岛 也就是说 菲律宾基本上 它在南海里面要闹事 基本上有它的一个 所谓的军事战略上的意义 菲律宾一旦如果能够拿下了这个 在美国的支持下 能够拥有的美激礁 甚至有了太平岛 那菲律宾呢 基本上 它就拥有很大的经济的意义 经济的战略上的优势 那么基本上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南海的交通线 再加上啊 再加上 如果能够整个掌握了 这个部分的话 那基本上 菲律宾在美国 从反响 它在南海里面的重要性 就非常的高 从刚才的这个图啊 大家很明显的看到 在整个菲律宾的扩充 军备的一个过程里面 台湾与中国大陆是纯齿相依 请大家看 菲律宾控制的是红色的点 而台湾是蓝色的点 中国大陆是黄色的点 整个菲律宾的意图里面 显然两岸之间 中国大陆与台湾 叫纯齿相依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两岸又有了一个 制造合作联手的契机存在了 从刚才 邱一教授所展示的这张图表 让我们看到 近期 的确菲律宾呢 是不断地在南海闹事 而这几天 大家关注焦点更多的 就是这个仁爱交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一个短片 来看一看菲律宾方面 有关仁爱交的一些相关表态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 波尔泰雷加斯明日前表示 菲律宾军队将派出一艘军舰 为坐摊仁爱交的旧军舰提供补给 他还称 中国军舰出现在仁爱交附近海域 是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菲律宾方面看来 仁爱交并不是有争议的地区 它是菲律宾的 此外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 日前在东京的一个政治论坛上说 南海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冲突 中国在迅速崛起为亚太经济和军事大国之后 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 而不是诉出侵略 我们自己派自己的军舰 到我们中国的领土领海上去 这不是很正常吗 为什么这个举动 反而被菲律宾说成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 正如你所说 我们的岛礁 我们的领土 领土周围12海里 这就是我们的领海 这么再往外扩 这是我们的专属经济区 我们去巡航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这是天理 那么为什么你觉得不正常 因为你是个贼 你是个强盗 咱们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 我们以前院子很大 由于我们以前国家比较穷 家里比较穷 院墙年久失修 篱把墙扎的不是太紧 进来几个小毛贼 进来之后 站了个地儿 赖在那儿不走了 难道因为你这个小毛贼 进了我的篱把墙 赖在那儿不走 我就可以不去巡逻我的院墙吗 难道我就没有权利去向你事实为晚 你赶走吗 那么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这些年我们的海军也好 我们的海巡也好 我们的余政也好 不仅在南沙海域 不停的在巡航执法 而且在不停的在南沙 所有的岛礁 不仅包括现在被我方所控制的岛礁 甚至包括被他们所非法占据的这些 历史上被他们非法占据的这些 外战岛礁 我们也在不停的去巡航 而且一定是到12海里领海线里 进了12海里领海线去巡航 原因很简单 这是我的地方 这不是你毛贼赖的地 这个长期可以赖下去的 意思很清楚 老实点 抓紧时间 赶紧收拾收拾不开卷 早点走人 这不是你家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一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你也不要做其他的解读 就这点意思 作为菲律宾台来讲 我想他之所以在这没完没了的 在这哭穷 在这喊 这个喊委屈 原因很简单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恶人先告状 知道随着中国的强大 我们一定会收复那些 被你们无理侵占的一些倒礁 那么非常心虚 脖子后边在冒凉气 那怎么办 我现在赶紧撒泼打滚的 就跟一个小孩面对一个大人 明知道不是对手 我赶紧先自己倒在地上 就地十八滚 大家看他有欺负我了 他要准备欺负我了 就这点原因 还有什么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所以在正常国家 眼睛中看起来的很正常的情况 放到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中 他就看起来是很不正常的 我们知道其实近期 这个菲律宾有关射杀台湾移民的事件 还没有最终的解决 但是崔教授 您觉得为什么 上一件事情还没解决 现在菲律宾反而又把这个目光 转移到仁爱教上了 它又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菲律宾为什么 又把仁爱教的问题给挑出来呢 这就是一个无赖的流氓国家 做贼喊抓贼 恶人先告状的基本的做法 菲律宾一则向美国输成 二则转移焦点 三则利用这一个仁爱教的事件 那么来制造菲律宾内部的反华的浪潮 甚至跟军方之间取得利益的共同语言 所以阿基洛三世是一时好多鸟啊 仁爱教的这个事情更显示 菲律宾的无赖的一个一贯的作风 刚才提到 他用了一个坦克登陆键 说现在我的船底漏水 所以在你仁爱教的西北的礁坪上面 我就搁浅了 我就做贪了 但是哪有人海上避难群的使用 一做贪就做了十四年了 而且赖子就不走了 在上面有菲律宾的士兵在上面 轮流的助手 然后还派军线给他们送粮送水做补给 甚至最近还送了很多的建材 要帮他打装 要帮他护装 以菲律宾造的流氓国家 你认为他战成仁爱教以后 他不会想办法下一步要搞美激教吗 搞台湾的太平岛吗 所以台湾今天就在今天 台湾进行了安全部门 进行了由马英勇先生所领导的 进行了南海的兵推 也就是针对了假想敌 就是菲律宾的这个事件 菲律宾下一步的动作绝对不仅是仁爱教了 下一步的动作他会更积极的去想要拓展他整个燃杀的一个一个倒礁的一个一个实时控制 来扮演一个美国的最激烈的最强横的最野蛮的 让美国觉得最好使用的卢贝食指的一个所谓的黑链小弟 这是菲律宾的意图吗 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是东来亚最糟糕的 他必须紧紧的抱住美国人的大腿 他才能在在整个东来亚里面 他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 刚才呢我们说到那艘破旧的坐摊的 仁爱教的那艘破旧军舰已经赖在那14年了 99年就去了 就是赖着不走明明是菲律宾先侵占了我们中国的主权 但为什么在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 现在呢反而菲律宾的官员却说 中国是在诉诸侵略 用这样刺激的字眼 您觉得能够服众吗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跟大家沟通一下 就是大家以前也好以后也好 对菲律宾官方的很多表态 真的不要以常人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去解读他 包括此前我们看到发生很多惨剧的时候 他政府甚至官方的发言人甚至面带着微笑来说这些事情 我想这些镜头大家非常清楚 我不用再多说了 他正常吗 他不正常 至于你刚才说他不断的叫嚣说我们中国在这里面搞侵略 其实我刚才也说的很清楚了 说一千到一万就是贼喊捉贼 就是自己心虚 那么自己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做贼心虚 所以总怕被法办了 总怕被收拾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先把这个委屈叫出去 一旦等于给对方 等于从某种程度上给大家给对方上一个扎板一样 你看我已经让让出去了 你只要在打我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只要在打我 那我就是受欺负的一方 他总有这样一种心态 但是他别忘了一句话 历史是人民写的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血量的 这句话放在世界上也是通用的 大家最终会看清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大家会看清楚 到底谁才是真正侵略者 是非对错 自有公论 是吧 那我们就说一说那艘赖在仁爱礁的 14年的那艘破旧的军舰 您认为最后会怎么收场呢 现在菲律宾还想一心一意的送补给呢 难道就这么一直耗下去吗 至于这条船最终的命运 经过多少余晖起车会怎么样 我现在不好说太多的预测 因为毕竟情况形势还比较复杂 相对来讲 但是关于这条船最终的命运 我可以在这下一个定论 那就是它一定会变成一个文物 它一定会最终变成一个南沙旅游的景观 因为这条船老实讲 14年前拉过来坐摊的时候 包括现在菲律宾海军这些破通废虫烂铁 基本上现在本身就是一堆文物 就是一堆文物级别的这样一个古董级别的船 拉在这坐摊才坐这么长时间 我说它最终会变成一个文物 这个话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为什么会最终会变成一个景观 那么就是中国的主权 中国的岛礁一定会回到中华民族子孙的手中 中间可能会有曲折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这个结果是一定的 那么这条船很多我看网上很多网友 包括年轻的一些人经常说击沉它 炸沉它 我说这真的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为什么 沉不了了 已经坐在摊上了 已经坐在地下了 你再怎么把它炸成一堆碎铁 炸成一种碎末 它也沉不下去了 所以我说不如把它留在那里 变成不管以后 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收复回来 放在那里 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我们中华民族教育自己后代子孙的 一个历史的文物 一个遗迹 你看当年当我们国力弱的时候 当年当我们两岸兄弟之间有些矛盾的时候 人家就是这么抓空子的 人家就是这么来抢我们的地方的 我们的篱笆扎得不紧的时候 人家就是这么过来耍流氓的 那么现在收回来之后 以后未来若干年后 我们的子孙再到南沙去旅游 看到这些景观 会想到我们的一寸国土 每一寸国土都是来之不易的 没有一寸领土是多余的 可以成为见证历史的一个重要政务 同时会成为教育我们后代子孙的一个很好的活生生的教材 我们看到在前不久 也就是菲律宾枪杀台湾移民事件当中 菲律宾还曾经使用了离间两岸这样的手法 那邱毅教授您觉得在如今面对南海这个问题上 菲律宾会不会还仍然用运用这个老的套路 那么在整个的民族大义面前 我们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达成一种相互的默契呢 菲律宾在处理南海问题不外就是三招 第一招抱紧美国人的大腿 第二招凸显中国威胁论把中国妖魔化 第三招离间两岸之间的合作 菲律宾不外就是这三招吗 阿基诺三世就是靠着这三招做美国人的马前卒 K点的马前卒吗 在菲律宾的屠宾里面很明显的大家看到 有一句成语叫存亡此寒 存亡此寒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菲律宾今天用强硬的手段去枪杀台湾的渔民 作为自己兄弟血龙于水的中国大陆 当然要施以援手 同样的菲律宾要去针对仁爱交 说三道四要强行控制 要拦止仁爱交 甚至想男子美计交 那台湾能够做事不理吗 台湾如果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 还就发表一下马英九日前所说的 我在南海绝不与中国大陆联手 还在讲这样的话 那马英九就被台湾的民众所淘汰 在最近的这个事件里面 已经有73.06%的台湾的民意的高比例 支持两岸在南海应该联手互于维权 现在仁爱交事件又发生 仁爱交离太平岛很近啊 你现在仁爱交事件里面台湾自身不理 台湾说这是中国大陆的事情 甚至讲几句风洋话 然后撇清了关系 让菲律宾的离间可以成功 然后还一昧的去保美国人的大腿 就枪杀渔民事件看得很清楚了 美国在台湾与菲律宾之间 它是偏袒菲律宾的 因为菲律宾对美国来说比台湾还有用 台湾至少不杀佛不无赖啊 要台湾办黑点去对抗中国大陆 台湾是不肯做的 可是菲律宾肯做啊 它不再肯做还跑第一线呢 所以对菲律宾跟台湾来说 美国不会偏袒到台湾的 美国一定偏袒菲律宾的 所以台湾去抱美国人大腿 到最后是伤了自己的 非常感谢两位对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 谢谢您 好 再见 谢谢邱教授 谢谢 大家再见 最后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再会